写作单元一 组词练习 目的就是要使家长可以协助子女 提高他们的组词能力 组词就是一般小学生所说的配词 例如我们给一个物字 这个物字可以能够组成两字词语 是很多个 如果我们把物字放在词语的后面 就可以组成了生物、死物、植物、动物 事物、宝物、废物和怪物 如果我们把物字放在两字词语的前面 就可以组成了物理、物业、物色、物流、物质、物件 想想我们的汉字 一个汉字能够组成了这么多个词语 这种能力 如果我们能够组成了这种能力 语文程度就可以提高 一般来说 我们的汉字大概有五万多个 但常用的字 只有二千五百个 而次常用的字 就有一千个 二千五百个加一千个 总共是三千五百个次常用的字 这三千五百个字 能够覆盖一般的报刊、雜誌 和学生所读的课文 大概是99.48% 即是说 这三千五百个单字 能够组成了十万多个词语 所以它组词的能力是很惊人的 假如同学能够掌握三千五百个单字的组词 他就可以能够 阅读一般的报刊、雜誌和课文 他的语文能力自然就会提高 所以我们的老师 一般来说 就会在课堂教育里面 尽量帮助学生 能够提高他们的组词能力 事实上 学生的组词能力 和他自己的生活经验是息息相关的 例如我们给一个留字 一般的同学 就将它组成一个什么词语 通常就会留级、留堂 这些是很常见的 一般来说 就是个个都做到的 但是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就会做到什么词语 留心、留意 或者是留宿、留住、留待 再程度好一些的 就会有逗留、留戀、留情 还有一个词语 是比较少的同学能够做到的 就是离留 学生一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 或者他曾经预读过一些文章 或者小说 用过离留这个词 才能够将留字组成了离留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组词的练习 可以能够确阔 学生的运用词语的能力 又例如 我们给一个礼字 一般同学 就会组成了送礼、敬礼、分礼 如果礼字也可以组成了礼物 就是礼让、礼貌 但是如果程度比较好的同学 他们会组成了礼赞、礼佛、礼器 所以会看到不同的同学 组出来的词语是各不相同的 我们曾经做过一些测验 就是给人字 给上字 有些同学能够组成了七十多个词语 有些只能够组成了五十多个词语 但有些同学只能够组成了三个到五个词语 由此可见 通过他们的能够组词量的多寡 而与他们的语文程度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本单元的训练 最重要是通过组词的练习 能够令到学生 在平时学过的词语里面 能够尽快提取 来做组词的练习 接着我们讲一下家长应该如何 运用本单元的教材套 首先我们希望家长先看本单元的六象 了解了什么叫做组词能力 应该如何去训练学生的组词 了解了之后 接着家长就可以在我们的练习里面 选择一些的单字 又或者可以从学生的课文里面 或者从平时的报刊杂志里面 选一些常见常用的单字 来进行练习 在练习的时候 家长首先要向学生 向你的子女解释 什么叫做组词练习 例如你给一个乐字 希望它能够组成快乐 音乐 西乐 中乐 国乐 就乐 亦可以将乐字组成了 乐曲 乐队 乐功 乐谱 乐趣 乐意 乐事 乐土 当我们向子女解释清楚 什么叫做组词之后 我们就展开活动了 为了增加组词的活动 这种游戏性 家长不妨用一个计时器 比如说 今次给你一个单字 你用两分钟时间 看能不能够尽快 将你心中所想到的词语 就马上写出来 能够组成的词语越多 就越好 一般来说 组成一个词 就是一分 两个词就是两分 词语组成越多 分数就越高 这是我们的组词 一个培训的方法 在开始做组词训练的时候 由于我们的学生 子女不习惯做这种组语 或者他们的能力是力有不递 我们的家长可以不妨 叫他翻开字典 可以查一查 看看可不可以查到有关的词语 通过他的查字典 然后将有关的词语 把它写下来 都是一种的训练 我们接着谈谈延伸活动 学生子女已经做完 这个组词练习之后 我们接着可以做些什么呢 延伸活动 可以隔了几天 或者隔了一个月 可以将他以前做过的单字的组词 可以再重新来再做一次 目的就是要加深他 对一些已经认识了的字词 是继续在大脑长期记忆里面提取出来 通过他的不断的提取 和不断将这些字词写出来之后 令到他能够对词汇的掌握大大提高 和通过不断的提取 令到他的词的词频就高了 将来他要用词语的时候 可用的度就高了 这种学习的延伸是非常有效的 同时为了增加学习的趣味性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赛的形式来进行 例如家长可以和他一起 做相同的单字的组词 大家通过五分钟时间 斗快将有关的词语写出来 可以做一个比赛 又或者有时可以请他 他不如由子女自己找一个单字出来 他由他自己出题目 自己出题目 自己作答 这样的时候也能够引发他 对这个组词活动的那种趣味性 甚至我们可以请子女出题目 给家长来做 由子女翻查字典核对答案 整个过程 你的子女是和你有一种亲子的关系 和大家都有参与 这种延伸活动就更加有意义 好 学习的评估 我们为何评估你的子女 究竟学习的效能如何 方法很简单 你可以将我们的单字组词的练习 做完之后 可以有机会过三个星期 或者一个月 然后从中拿回他曾经做过的组词练习 在你的面前再做一次 做完之后 你帮他核对答案 假如他所做出来的答案 是比以前多的 证明他已经有显著的进步 了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